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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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安我们今天要继续讲 路加福音十二章 这个无知的财主 从人来看他每一点都是有知的 他非常的聪明 他非常的能够经营 他也非常未雨筹谋 能够先打算 当有很多收成的时候 他不为现在的收成而关心 他关心到将来的事情怎么办 继续这样发展怎么办呢 包括他的东西太多了 太多了怎么办呢 他说他要把仓房拆了 另盖更大的 各位你可能会想 也许您也是工商管理 也许您做物流或者做这些的 当收藏太多了怎么办呢 我们台湾的米粗太多怎么办呢 就修耕嘛 太多怎么办呢 就送给就做食品工业嘛 就把它变成米浆啊 或者干什么 这都不是不可以做的事 但这不是耶稣要讲的重点 耶稣讲的并不是经济上的事 并不是财务管理上的事 并不是物资管理上的事 并不是我们是不是需要修耕 我们是自己种还是买粮食好 并不是说也不要盖仓房 更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信靠上帝 就不计划不打算 这都是完全错误理解 可是这个错误理解在很多人心里都有 好像以为信耶稣就不去想 信耶稣要去想要去打算的 只是你要信靠他 你要把你的一切盼望放在他身上 这是重点 那如果有这样的信心 你不但不是一个懒惰的人 你会是一个很勤快的人 你会是很努力的人 这个人耶稣所讲的好像会给人一个印象 就是不要打算 不是这样的 他的打算非常好 他打算非常对 他打算非常了不起 我们值得去想一下 就是要把仓房拆了 另盖更大的 因为我说了不起就是 这里面有损失的 这里面会有暂时的损失 他把仓房盖了 他要再去放他的穀物 他需要租别人的 或者他不去放他的穀物 拆仓房的时候 会让他的穀物被烂 被塞 被灵 烂掉 他会有损失的 就跟我们今天修道路的时候 修道路的时候 一定会有交通黑暗期 一定会有不方便 我们只希望 是一个有远见的修 或者其他任何事 在做的时候 有不方便 有烦恼 但是一做好 一劳永逸 这是非常好的 我们不能说 这个无知之财主 在这些市场不对 他能够现在有损失 或者花钱去租 他原来不必花钱租的 或者要让他的一些古物 会烂掉 会霉掉 会因为没有仓库 仓库被拆掉了 以至于没有储存 这小痛 可以解决大问题 等到新的大的盖好了以后 就可以在那里收藏 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那应该也表达说 那是长长久久的 各位在可能 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以后 没有什么长长久久的 什么事都是临时的 我以前小的时候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有人指着他家的洗衣机 说这是我母亲的洗衣机 结婚的时候 我们结婚的时候送给我们 可以用三十年四十年 有的时候甚至连皮带都不要换 太好了 今天不是这样 今天是这样的话 洗衣机的公司早就倒闭了 我们现在拼命出最新最新最新 当然这也产生很多垃圾问题 但是耶稣都不再谈这些 处理这些也是很重要的 现在他就在想能够一劳永逸 我们现在大概也不怎么想要 一劳永逸 就是不劳永逸最好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不是耶稣讲的 耶稣要讲的是 我们怎么有永远 包括现实的生命 这个人就是一切的计划 看得远 不是暂时的 想得远 计划得远 现在的也有 能够丰富 将来的也有 只是最多在盖的时候 辛苦了一项 他的聪明在于 他不是劳如命 他比我们很多华人好 我们常常是为谁辛苦 为谁忙 他是要自己快乐享受 这也很对 这没有不对 这都不是耶稣反对的 他说他要跟他的灵魂讲 其实就是跟他自己生命讲 其实就跟他自己讲 我做的这一切的目标 还不是要什么幸福杂志 五百大企业的第一名 还不是要拿诺贝尔甲 那都是别人的 我希望要做的事情 是让我能够对自己说 灵魂啊 老康啊 你有许多财务积存 可以做多年的费用 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不要担心了 不必再忧愁烦恼了 所有的忧愁烦恼没有了 我们也稍微把它迁远一点 忧愁烦恼没有了 什么叫忧愁烦恼没有了呢 就是不仅是吃的都解决了 穿的都解决了 儿女的问题都解决了 现在我们恐怕不是可以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 现在很多时候是 我如何能够安安逸逸吃喝快乐 而体重不增加吧 我们现在这个问题也常常有啊 只是不是说没有得吃 而是哎呀 吃的这么多怎么办呢 如何能够又吃又不胖呢 这些也不是耶稣在讲的 我们考虑这些问题也不是坏事 我只是在说 耶稣举了一个精彩绝伦的例子 他想得很周到 也能做得很周到 他的目标也很对 我们就是希望平安嘛 而且不但平安 心灵平安 身体幸福 不是安安逸逸 平平安安的进食祷告吧 不是平平安安的睡觉吧 是平平安安的吃喝快乐 这恐怕包括饮食男女各样的事 我们一切的辛劳 就是让自己吃喝快乐 这有什么不好 这非常好 耶稣没有反对这些 基督徒非基督徒尽量做这些 没问题 不好的事是什么呢 不好的事甚至没有不好的事 不好的事就是你没有想到神 你没有做坏事 无知彩主做的一切事都不是坏事 但是一个最重要的好事 或者该做的没有做 就是要信靠神 所以我们讲千千万万遍 反来复去总是这句话 你可以吃喝 你可以快乐 你可以工作 可以盖造 你也应该做这些事 那么神在罪恶的世界 也给我们很多多元的选择 你可以不吃喝 或者说不盖造 不建造 你可以做一个比较隐士的人 你可以在城市 在乡下 你也有各种多元的选择 有的时候也非有不可的 或者是在这里 或者是在那里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 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 处丰富处 卑贱 年轻年老 结婚 单身 旱灾 水灾 就像圣经里的每个圣徒 都多多少少经历过的 我们需要对主有信心 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 你不要以为你人所做的 可以让你达到这个目标 这就是圣经讲的 人将来在天堂 不是不需要信靠上帝 将来在天堂 更要信靠上帝 信心是一定都需要的 我们永远需要依靠上帝 不是只有在辛劳生病的时候 任何时候 主必须是我们的主 如果没有主 你所有的努力 不能叫你快乐 不能叫你有平安 好 这个人其实在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看到他不够平安了 因为他太多忧虑了 我们再一次说 忧虑并不是坏事 计划也不是坏事 但是你没有上帝就是坏事 也有很多人说 包括解放神学家说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喝血的资本家 这就是一个一天到晚 在想怎么囤积居齐的 高价卖出 低价买进的那种人 这些都没有抓到重点 我们在世上生活 所有的政治制度 社会制度都有他优缺点 也都可以记住在其中生活 但是我们需要有信心 这个人是无知的人 这个人最有知 什么都计划好了 但他不知道什么呢 他不知道在神面前怎么富足 在神面前怎么富足呢 并不是说我们要奉献很多 而是要有信心 我们依赖神 我们信靠神 我们相信在神的丰富恩典当中 主一定能够做奇妙的工作 做奇妙的事 无知的人 无知的驴马 无知的以色列人 牛认识主人 驴认识主人的草 我的百姓却不认识我 无知就是不认识上帝的伟大 上帝的独一 不认识人 需要绝对时时刻刻 依靠上帝 你不知道一件事 你不知道你所预备的一切 不能享受了 今天你的生命就没有了 你预备的要归谁呢 你预备的 我说给儿女 给孙子孙女 我们也不能说人一定没有享受 我们只能说 我们只应该说 人需要在神面前富足 人需要认定你的上帝 我们需要信靠我们的上帝 我们唯有在神面前富足的 我们或生或死才富足 也就是我们有信心 也就是我们充分知道 上帝在每件事上 有丰富的预备 不是我们不计划不打算 千万不要把这个比喻看成这样 耶稣没有反对这些 耶稣要我们有信心 我们看到太多的人 都是有信心 而且能够计划能打算的 约瑟就是 约瑟也盖造仓房 约瑟也为将来做打算 约瑟也为人的肚子打算 但是他是丰富的 因为他知道依靠上帝 所以依靠上帝 自由地生活吧 二十二节 耶稣又对门徒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 我们大人小孩 富翁乞丐都常常忧虑 我们求主让我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 我们不要忧虑 忧虑一定有 没有关系 忧虑交托给上帝 为生命忧虑 吃什么 为身体忧虑 穿什么 吃穿也不是错事 神也给我们非常好的装扮 但是我们要信靠神 生命胜于饮食 身体胜于衣裳 不是说生命胜于饮食 身体胜于衣裳 我们就不要衣裳 不要饮食 我们要 耶稣举的例子 仍然是信靠 你不要又搞错了 他说你看乌鸦也不重 也不收 没有仓房 神养活它 你比飞鸟不是贵重得多吗 神并没有在这里叫你 不重不收 神叫你 因着信靠上帝 能够消除你的忧虑 事实上乌鸦也工作 事实上乌鸦不但工作 乌鸦不能工作 没东西吃的时候 还有小乌鸦来喂它 不是吗 耶稣不是不懂尝试 耶稣不是不懂知识 耶稣只是让我们能进取辟 看到生活中各样的事 都能够超越这个现实 想到后面的上帝 我们的脆弱 我们怎么能用思虑 让我们的寿数增加呢 你说可以啊 现在科学家天天用思虑 让我们长命百岁啊 现在我们人的平均年龄 越来越高 耶稣也没有反对这个 耶稣也没有那么幼稚 不是不知道 我们需要思考 不思考的时候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哎呀看这些经文 只看到说 哎呀所以我们不要有烦恼啊 一日的烦恼 一日当就够了 就这样去吃喝玩乐 就好像现在 顽固子弟一样 绝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要你好好信靠上帝 你的忧愁 不能让你的寿命 让你的寿命增加了 这个重点在于说 神让你活多少就活多少 借着科学家的东西 我们能够活七十八十年 很好 但是那还在上帝的手里 要知道生死 祸福 荣华富贵都在主手里 所以你的计划打算 一定要信靠主来做 你最小的事都不能做 你能让你多活一刻吗 你说我可以啊 科学家已经这样了 但是我们已经说过 这也是上帝的代理 上帝允许你活多少就活多少 而且不是肉体的生命 你心里的平安 一定完全要从神内来 我们没有说 环境 物质 政府 科学 不能让我们更安心一点 我们可以的 你住在一个地方 凶杀暗甚多 你是不安的 即使你是基督徒 你住在一个地方 天天是火山口 天天有岩浆喷出来 那是不安的 我们也不应该这样做 我们住在一个潮汐 客观环境 不管是人文的 或物质很危险的地方 我们要改善 这也是对的 但是我们需要认识上帝 我们需要知道 上帝是全地的主 在上帝的旨意之外 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好 他先讲乌鸦 又讲百合花 哇 百合花 不劳苦 不仿现 他没有叫你不要劳苦 也没有叫你不要仿现 耶稣没有叫你做一个懒人 耶稣叫你看到这个 知道上帝在看顾 这没价值的东西 上帝更在看顾你 所以你要怎样 上帝更看顾你 所以你要懒惰吗 不 上帝更看顾你 你就要更积极地生活 信靠上帝来生活 上帝给你也是美好的 给你是美好的 你不要努力吗 所罗门不努力吗 所罗门不求智慧吗 所罗门不会断案吗 所罗门不治国吗 信耶稣的人不是懒惰的 我们感谢主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可以求吃什么喝什么 你可以求神让你身体健康 但是你是心里依靠上帝的 你盼望的是 你相信的是神 如果讲神 跟我们有关的讲得广一点 先求神的国和义 你要先求神的国和义 当然这里没有这样讲 马太福音这样讲 这里讲 神知道这些 你要求神的国 通通都加给你 这一切都加给你 我们求神的国 意思就是 求神的国 你想到 那个少年官 尼格蒂姆 还有律法师来问的问题了 我当做什么 才可以进入永生 我当做什么 才可以得到永生 我当做什么 才可以进入神的国 你要重生才可以 你要求神的国很好 你要相信 那个美好无比 对你 对众人都美好的地方 是神的恩典 神的权柄带来的 求神的国和义 不是懒惰的 不是不动的 而是要有信心的 而是相信 神的统治是美好的 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就是求神怜悯恩待我们 叫我们能够因信称义 叫我们能够凭着圣灵的重生 进入神的国 叫我们能在神的恩典底下 继续地在神的国里成熟长大 神的国不是没有这些 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但是也包括吃喝 不要让吃喝 妨碍你对上帝的信心 对神国的渴慕 也不要以为神的国就是不吃不喝的事 神的国管理一切 最重要让我们的心尊他为大 你不要怕 小群不要怕 我们是一小群 在世界上是一小错 但是我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我们 我们的父乐意把他的国白白赐给我们 那你还要求什么 你要求你的心对这个国的喜悦 渴慕 你要求主让你的心遵守这个天国之君的心意 你要求神让你有一颗心 这颗心是渴望大家都在这个神国里面丰富的 你要有主的心 好 三三节 你们要变卖所有的洲际人 为自己预备不坏的钱囊 用不尽的财宝 好了 你照字面看又会看错了 耶稣在这里叫我们变卖所有的 没有一个人办得到 连大家觉得最棒的圣法兰西斯也没办到 他还是有自己的东西 他愿意把他自己这一点东西也给出去 但是那他还是有自己的东西 他还是要每天吃 他吃的还是人家给他的 那还是有的 我们不是照字面上比谁穷比谁苦 变周际所有的也不是说 我们就不为自己的小孩为自己打算 那可能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 这里变卖所有的周际人 意思不是说我们变卖所有的 我们就有一个不坏的钱囊 用不尽的财宝 上帝就很喜欢我们 我们就大发特发了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有用不尽的钱囊 用不尽的财宝 自己预备的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 使我们能够信靠他 信靠他的爱 使我们因信靠他的爱 接受他的爱 我们也能爱人 字面上不是真的字面这样做 重点是希望要有信心 而信心也一定会有这一类的行为 你信靠上帝 这世上的东西都不会伤害到那些 我们会老我们会死 但是我们的心在主那里 那是一个贼不能进 从不能住的地方 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 心也在哪里 我们财宝在神那里 心就在神那里 以神为我们财宝 我们就会 我们心就在神那里 那么我们的心就属主的 一生的果效从心中发出 我们就在从心中发出的力量 使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 使我们能够 有的时候不是胜过 有的时候必须共处 有的时候必须退让 有的时候必须受逼迫 但是都讨主的喜悦 好 耶稣在下面就讲到 我们需要如何的勤快 我们需要非常的勤快 第三十五节 你们腰里要树上带 灯也要点着 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 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 他来到寇门 就立刻给他开门 所以基督有安息 有平安 神为我们预备一切 但是相反的也对 神为我们预备一切 包括为我们预备 警醒的心 预备一切 在罪恶的世界里面 在将来的新天新地 我们都要预备 只是在将来新天新地里 没有愁苦 没有失败 但是也需要勤快 要更加勤快 我们预备 我们警醒 同时也有的 我们有平安 这里耶稣的描述 好像我们都不要睡觉 有些地方描述 又好像我们天天睡觉 就是守安息 或者是在主里睡 这两个都要从正面来了解 我们有平安 我们知道主看顾我们 照顾我们 所以在所有的祸患中 我们依靠上帝来行事 有平安 我们又警醒 警醒的不是 还不是主要针对魔鬼 或者我什么时候死 或者敌人什么时候来 或者什么时候有引诱 警醒的是 我常常会忘记 上帝是我的主 我们就要常常求圣灵帮助我们 你最爱的 最盼望的 最仰望的 必须是上帝 我们希望在这样的提心里面 圣灵在生活中给我们的提心里面 让我们又警醒 就是很警觉 很生活 另外一方面 我们又非常的平安 我们知道主人来是对我们好的 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 通常讲婚姻的宴席回来 大概都是讲很晚了 主人心情也很愉快了 但他回来 他还是希望他不要因为太晚回来了 心情愉快 我们就破坏了他的愉快 我们需要警醒为他开门 这当然是主再来 也是指着我们平常生活中的 应该有的一个态度 那个态度 就是主 你随时是我的主 我心里把你 遵你为大 我从来不忘记你 我喜悦你 这必须是圣灵帮助我们珍爱神 否则 这不会是真实的 他警醒 看到仆人警醒 就有福了 主一定叫他 跟他一起做喜 自己树上带 钱进来 伺候他们 这个当然在现实世界不会这样 我们想 主人从婚姻回来了 我们从整个圣经看 恐怕都一两点钟了 好 仆人开门 主人说你坐下 我帮你洗脚 我坐下 你坐下 我帮你倒水 当然是不需要也不必要 这里只是在 用一个很夸张的方式 来表达一个很稀奇的事 这非常稀奇的事情 就是上帝在服侍我们 你说我们将来在天上 上帝服侍我们 其实不然 其实从今天 神就在服侍我们 神天天都在服侍我们 你说怎么讲 神不是在洗净我们吗 这不是服侍我们吗 神不是在伺候我们 替我们洗澡吗 当然这就是 竭尽我们的罪 让我们更圣洁 神不是在浇灌我们吗 养育我们 照顾我们 因为我们自己 不会竭尽自己 神不是在 生我们吗 教我们吗 神在服侍我们 神在教导我们 所以他把生命气息动作 赐给我们 在使徒军在十七章 保罗就说过 他不需要人服侍 事实上他在服侍我们 因为他有全部的能力 而我们没有丝毫的能力 我们被主服侍 将来在天上 我们看得更清楚 今天在地上 我们也能够享受到 主给我们额外的 想不到的尊贵荣耀 他在服侍我们 赐我们力量 但我们随时需要去依靠他 不管主什么时候再来 其实这里不是直接讲再来 主什么时候到我们这里 任何一个时候 让我们都警醒 就是保持以他为主的信心 以他为乐的信心 然后耶稣说 为了要让我们印象深刻 要随时警醒 他又赶快换了一个比喻 说他来又好像贼一样 当然不是说耶稣是贼 耶稣不是贼 但是我们容易忘记耶稣 所以让我们常常警醒 常常预备 他就会回来 人只在想不到的时候 就回来了 我们要随时想得到 主就在我们身边 好了 耶稣讲这比喻 彼得也说 这是到底是对我们说的 还是为众人说的呢 其实是为大家说的 也是特别提醒 神的仆人 神的儿女 我们一定要 做主仆人的要警醒 也要有加倍的安息 否则走不远的 但是所有神的儿女 也是主的仆人 我们每个人都有 或多或少 要管理的家业 要服侍的对象 所以让我们做忠心 有见识的管家 按时分量给人 基督徒 信靠上帝 安息 不忧虑 不烦恼 不是不计划 不打算 耶稣刚刚讲完 不要忧虑 安乐 就讲到 按时分量 管理全家 那愿主 随时随地 都看到我们 是这样的美好 随时随地 看到我们 按时分量 随时随地 警醒 又喜悦 主的再来 喜悦 他的同在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愿神赐福大家 来吧 让我们 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 神的殿 踏避将同地道 就是我们 我们一条心 跨着道路 因为是违离主 祝福与西安 耶和华的 言语 彼主耶路撒冷